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栏目由汤陈备见冠名播出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登陆抖音搜索爱情保卫站的官方抖音号 在每周二三四的晚间八点到十点 每月十四号的晚间七点到十点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与大家在线互动 解决您的情感困惑 如果你想跟他们连麦的话 可以私信我们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 余波红 余老师 欢迎余老师 情感导师 颜品红老师 欢迎颜老师 情感导师 沙娜老师 欢迎沙娜老师 情感导师 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米娜老师 了解一下第一队的基本情况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最开始是异地恋 后来为了两个人的未来 我们决定在宁波定居 其实对于未来 我是由我自己规划的 我觉得他就是我生命中对的时间出现对的人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好 可他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 他特别强势 总是有形无形地把我带入到他的节奏中 我好像越来越失去自我了 他现在越来越不上镜 还经常和我对着干 真的很让我担心我们的未来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高先生32岁来自河南个体 和女士27岁来自广东美术老师 欢迎两位 谢谢 大家好 好好好 喜欢她 喜欢她什么 喜欢她跟我一样有共同的爱好 情投意合 对吧 但是现在怎么就出了问题了呢 现在我们俩呢距离比较远 她是在河南郑州 然后我在广东 就我们认识的时候吧 我在郑州已经买了房了 然后她在广州也已经买了房了 然后我们认识的时候说 她跟我回老家 结果回老家呢 她身体就比较娇弱 回去一个月刚好见了我父母 然后冻出了肩猪炎 他就不愿意在我们那边待了 然后她就说要回到别的地方 那后来我们折中一下 就选择了宁波 宁波这段时间呢 我们好不容易错个手腹 然后把宁波的房子 也刚好买掉了 然后现在她又要说回广州了 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一定要回广州 而是我回去呢 是对于我来说有优势一些 因为广东嘛 我会说粤语啊 可能会比这边的收入会高一些 所以我是希望能往我 那个方向去走走 只要去一个讲粤语的地区 你觉得就可以 因为你的优势可以发挥 因为对我有优势 对 我觉得双方都已经做出了让步呀 我们已经选择在宁波了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其实一开始呢 在宁波我觉得也挺好的 但是时间久了 出现了一些别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回广州会更好一些 对于我的发展 出现了哪些问题 你觉得回广东更好呢 因为她平时嘛 比较爱踢球 那踢球的时间有点久 你跟大伙说说 一天踢球要踢多久 加上来回时间 也就四五个小时吧 一天 哎呀 你比中国很多 职业足球运动员要敬业呀 踢四五个小时啊 这这这可以啊 那您是职业队的是吧 我不是 我是业语 我纯业语 就每天都踢四五个小时 不是每天 就一星期大概有三四次这样子 哦 你夸张啊 他是雨天三四次 不雨天的时候 一个星期要五个次 有时候他踢的那个脚啊 受伤很严重 好久才复合 但是他带的伤 他还愿意去看别人的球赛 像这种对抗性的运动 本来这个就没法避免的 而且你要爱好什么 就要承担什么对吧 但我跟他不一样啊 我虽然爱踢足球 但是我身体好啊 我哪跟他一样 他身体特别娇弱 三天一小病 五天一大病 那我也不想啊 我体质比较娇弱 所以说我让你跟我一块运动啊 他又不肯 天天宅在家里边 那我也不能每天到处去玩啊 去什么不务正业吧 你是觉得男生工作不够努力 我这么一听 他的工作你知道 一个星期有几天 四五天去踢球 是往少了说 但是他还能挣到钱是吧 只能说是勉强维持生活 我挣的钱本来就不多 然后我出去踢球 他要让我不要发红包 就好像我出去踢球亏欠他的 那你出去踢球 你还老爱请客 请朋友吃饭什么的 没事还请个饮料 自己开个车 还要载上别人 亏个油费亏个路费 他踢球还得花那个门票钱 你挣的不多 还花的不少 我自从认识他之后 我就很少跟朋友一块出去吃饭了 而且我还得早回来 每次都是这样 搞得我都很没面子 那别人一个星期去一回两回 你可是一个星期去五六回 只要不下雨都想去的 反正你就觉得 我挣钱挣得少背 然后你就老是不让我踢球 他就老是钻到前眼子里边 就是他踢球发红包是吧 对 因为我想他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什么的花掉了 那我帮他攒着 到时候想过年什么给父母买点礼物啊 或者是机票来回的钱 生活用品什么的 我就想着攒着 我又不会乱花 我觉得我们的金钱观很大不同 他把钱看得比较重 就有一次我给他买礼物 买了一个项链 大概一千多块钱 然后买回来 他说不喜欢 不喜欢他就让我给他折线 折一千块钱给他 什么意思 就项链直接退还给商家了 然后把现金给到他 就是这样 那我想的这个礼物我又不喜欢 我平时也不怎么喜欢带这些东西 想的时候不如折线好了 这不是一次两次的 还有一次 我给他买了个音箱 这个音箱我感觉挺好的 买完了给他放到家里边 没过几天 他就放到二手网站卖去了 那个音箱很大一个 我平时根本用不着 又占地方 而且又贵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我后来买了小小一个 又不费店 而且还挺好 那个音箱这一进一出 挣了多少钱 挣了大概是四十多 接近五十块钱吧 看看多会过呀 那亏本了呀 刚买回来新的 他就早上二手的 这不值钱了呀 重点在这儿吗 那你不卖呀 你放着干嘛呀 你占地方啊 那还有别的呢 以物折现 那我问你借钱的时候 为啥还收我手续费呀 男女朋友之间 你还要问我收手续费 我之前问朋友借 也没有收过手续费呀 那你不问我借钱就得了呗 你不问我借钱 那我不收你利息 公司运营周转出现点问题 问你借钱不是很正常吗 亲兄弟都名算账呢 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收利息 再加上我这些钱 我也是刷卡什么的拿出来 那利息你是给银行的 又不是给我的 你说是我收了 那我可能理亏 那银行收的 你这些钱是不是该给他呢 反正他就把钱看得很重 在我看来 我们的感情是高于一切的 他就把钱放在第一位 还好咯 就收点你手续费嘛 之后前面看了个电视剧 电视剧里边 要签那个恋爱协议 然后他也要跟着签个恋爱协议 是这样的 我有一回看一个电视剧 觉得很有趣 然后里面有一个律师 说的一些事 我觉得很认同 然后我就搞了一个恋爱协议 但是后来不是没做吗 也没签吗 没签 我今天带都带过来了 我想让大家 参考一下 你咋把这个还带过来了 哎呦我的妈呀 里边的协议是要扣钱的 所以说 别着急 一 男的不得乱花钱 不得与不正当 不法人事交往 打闹吵架 少吸烟少喝酒 二 甲方 甲方是 甲方就是我 乙方男的 甲方应该表现出 男人的豁达与宽容 包容乙方的所有缺点 甲方应该注重正当事业的发展 不得无所事事 感觉踢球踢太多了 甲方应该经常性地拥抱乙方 要经常对乙方说 亲爱地等 能够传递出亲密情感的话语 甲方不准同任何十六岁以上 四十岁以下 无血缘关系的女性 单独过夜 甲方绝不允许 一脚踩两船或多个 甲乙双方平均分配家里的劳动 并认真完成 此协议甲乙双方各置一份 生肖之日起 双方各自拥有一百分 每违规一条扣一分 罚款五百元 本协议有效期 从生肖起至双方领取结婚证 自动升级为婚姻合同 这个 这个协议到最后也没签 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有一个劳务要共同分配 他在家不干家务 所以说他就没签 是他没签啊 对 他本来要逼着我签的 我们本来是说好的六四 他希望是五五 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忙 家务这块没有分好 所以我们就没有签 这事我们就过去了 签了合同 里面还涉及到金钱 就是你回转这个合同 然后要扣钱 所以说我觉得他就 把这个钱就看得比我重 那是我想的 把这些钱攒起来 以后未来之需 被抗风险能力高一些 姑娘你是不是对未来的规划 属于那种比较严谨的那种 是的 就我对人生稍微有一点规划 从我比较小的时候 我就已经计划好了 大概要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好习惯上 怎么多大两只 大概是18岁 你人生要做哪些事情 我是有一个 人生梦想规划清单 然后里面会写一些 我对未来的规划 一次偶然的机会 看到那个 他还不让我看 里面都是比较隐私的东西 像什么控制自己的三维 体重 还有他自己的人生 每一年每一年完成什么计划 他都写在里面 但是有一项 我就非常不能理解 就是他写的是 从这个谈恋爱 到订婚 到结婚 然后到坐月子 到生孩子 他全都规划好了 我跟他谈恋爱那段时间 刚好就是他写的计划 这段时间 我就很纳闷 我到底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还是说他就是 按照他那个计划 你们现在应该走到的 按照他的计划 今年年底要结婚了呀 是订婚 就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认识也是一次偶然 并没有说规划之中 而且我这个计划 在18岁之前 就已经规划了 大概一个模拟 我相信现场 很多人都是一样 我大概要28 早30几年结婚 没有 我没有 你有过吧 没有 就大概吗 有老师有吗 比如说我大概 你有吧 我们五个人没有 你有吧 我当然没有 我们六个人没有 摄像老师你有吧 你有吧 我们这个现场的人都没有 其实是大概 我说的是28到30之间 它中间有大概 两到三年的时间 希望这段时间结婚 并不是说必须今天 就要我配额拿去完成 里面的很多小细节 都具体到每天干什么 真的假的 把那本特别大 跟成语字典那么厚 然后这么大一个本 里面列的特别详细 那是我写个人的 什么我的个人计划 我的愿望清单 然后我的信用卡 我的那个账号密码 还有那个 知道 积分兑换什么的 你不应该看人家的 这个计划 你怎么能看别人的 你为什么看我的 我现在还能在鼓里面 除了我之外 他连孩子都写了 就写到孩子 到时候要上什么中学 上什么小学 我只是大概规划 我是想生一个胡宝宝 然后呢 他可能两岁三岁 这样子要开始 接触英语环境 学英语 幼儿园和小学 初中都是以英语为主 我双语学校 然后考雅思 大概在高中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 去哪个国家去留学 我大概一个规划 并没有说 一定要强制他 他的愿望 他的爱好 我是尊重他的 只是我给他 大概的一个规划 首先得想到这一步 做不做是另一回事 要想到 哎呀 这 才行贿啊 哎呀 我们真是白活了 你看人家站在这个高度 站在那儿一眼望去 孩子的未来看得清清楚 应该很欣慰啊 我感觉现在就好像 个提线木偶一样的 就什么都要 他怎么规划你的 每天我要配合他 完成这些计划呀 他都让你配合一些什么 就比如说 年底要订婚呀 然后明年要结婚呀 生孩子要备孕呀 不能喝酒 不能吃什么的 就乱七八糟的 一堆东西 那我也是为生活好啊 总不能你婚前 抽烟喝酒 乱七八糟 那孩子也不健康啊 这个女生有规划性 对钱也看得很重 对吧 对 她特别抠的 我们现在 基本上不点外卖了 每一餐都在家吃 每一餐给我的规定是 我们俩加一起 所有物料 所有调料 包括电费 水费 加一块不能超过十块钱 不是 这怎么算啊 不是 这吃 因为我想的 我们俩吃不了那么多 那浪费嘛 不是 你夸张了吧 我一点都不夸张 水电 煤气 对 那你们吃什么呀 两个人十块钱 清蒸水袋呀 草和青菜呀 我们去到超市之后 他都是让我 剪那种打折的产品 打折完之后 上面还有标签 回来做饭之前 然后他还要看 这个菜 你今天只能用四分之一 这个肉 你今天只能用二分之一 价格差不多了 马上就超了 就这样了 然后在我旁边 跟监视器一样 我是想的 咱俩吃不了那么多 浪费嘛 那我想的说 就这个放一点 那个放一点 反正咱俩也能吃饱 浑醋又搭配 营养和健康 厉害 你真能做到 他感觉自己能吃饱 我感觉我老是吃不饱的 我认识到现在 我都瘦了十几斤了都 行 除了这个 在吃上面这样 穿的用呢 穿的用的就更省了 你看他现在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是十几年前的衣服 那我也 有一点都不夸张 那是他初中时候的衣服 他现在还穿着呢 因为我想的衣服认了可惜啊 平时画画不是老是有颜料吗 我买了三个颜色 黄色 白色和粉色 我就一直混搭地穿 然后夏天也能穿 春天也能挡雨 秋天也能挡风 冬天就当作里面穿 后来亲戚都看不下去了 他姐啊 他姨啊什么 衣服全都是穿不了多久 然后就给他了 或者有时候送他一些衣服 人家都是新的 送的 他们买多了 送给我 我们家那瓶子从来都没扔过 就那矿泉水瓶 油壶 然后那个洗衣液的瓶子 就反正只要瓶瓶罐罐的 纸箱什么都没扔过 在家里有一个特别大的纸箱 就用来装这些东西 放我家又不爱你眼 而且我放在阳台 我想呢每个月呢 攒个七八块钱 有时候利润高一点八九块 然后年底的时候 有个七八十块钱 我挺开心的 买点什么纸巾呀 洗洁巾什么的 关键是他不止在家里 他到外面他有时候 邻里邻居的都看见了海浅 有一回我就是刚好在卖废品 然后隔壁那个保安大哥看到我 给我打了个招呼 然后他说姑娘卖瓶子呀 我说是啊 然后呢他看见 假装不认识 往里边走 他说不认识我 我觉得卖废品这件事挺正常 真假的 想说卖这件事很正常 你确实像他说的一样 还在街上捡 不是街上 怎么不捡 家门口啊 有一次在草丛里边捡了一个 已经生锈了一个哑铃 五公斤重的 我们家反正住四楼 没有电梯 我还要给它 给那么重 我给它拎上去 我那个哑铃我看的虽然有点旧 但是可以翻翻新 那我就想着拿去卖也挺好的 不要浪费嘛 后来不是卖了钱还分你一半了吗 总共分我四块钱 那我哑铃就卖八块 我分你四块钱还不够吗 而且是我自己翻新的 我动手的 别人自取 那我的力气我觉得还不值 我问一句姑娘 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父母的工作是正常的 就我爸爸是比较车实际 我妈妈是正常单位上班 但是我是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 所以就比较节约节俭 我看不得浪费 她真是一个特别有规划系 或者你会觉得好像 就隐隐地感觉这个姑娘 活在自己的一个套 不知道这个套是别人给她编织的 还是她自己编织的 你可以说她活得有规矩 有自己的原则 但是在恋爱当中 你怎么样就谈下来 我感觉就生活得很憋屈呗 在您的这个人生规划当中 最辉煌的那一刻是什么样 您指的是哪 人生的高光时刻是什么 我这个计划是在 38岁到42岁之间 因为这是一个分水里 到时候应该是有孩子了 周路也稳定 然后也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看到国外有一个女孩 她非常厉害 我非常佩服她 我也向她学习 她是靠自己的能力 每天只吃两顿乌冬面 然后买了三栋大洋房 然后出租 提前就过上退休生活 我就觉得她挺厉害的 我就想向她学习一下 她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偶像 明白了 这个目标你认吗 我腿软啊 事就赶在这 看起来是要在哪儿定居 其实在这个背后 是两个人的情感 价值观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应该怎么办呢 交给我们的老师们 一起进入修比特问卷 女生 我分明感觉到 你是想把恋爱规则化 人生标准化 生活制度化 这一切愿景 我认为都非常美好 但是这个度 如何把握很重要 如果这个度过头了 就进入极端了 你刚才说自己 28岁到30岁 结婚 如果说 你没有对方的这个男友 到了这个年龄 你怎么办 是不是将就的 像我这样的老头 你也嫁了 他有提过呀 我有提过跟他分手 然后他每次都主动来 来哄我的 因为你现在很重要啊 明年就28岁啊 你走了以后 这个目标就落空了 规划就成泡影了 你刚才说 要签一个协议 你给他规定的是 40岁以下的女性 不能在外过夜 对吧 那我请问41岁的呢 是不是可以 在外过夜了呢 你说这样的一种协议 有意义吗 所以有时候 这样的一种美好愿景 我们还是要 去地气 你要从自己 圈的那个笼子当中 跳出来 要学会放松一点 把握好自己人生的分寸 否则的话你会很累 她会更累 女生有些习惯 真的好像我妈 就我妈特别爱收纳 什么各种用碗的瓶啊 罐啊 然后我妈吃东西 特别节约 因为她老年也吃得很清淡 她如果要是 自己做饭的话 就很少一点 如果是我做饭 就会很多 我妈也就默默地吃了 我举我妈的例子 就想告诉她 可以有自己的习惯 但是 不去要求别人这个 我们家是我妈特别节约 我就从来不去收纳 这些东西 但我们相处得非常坏 各自在各自的阵营里 可能我妈那个房间 你会发现 铃铃罐罐什么 袋啊什么 但我那里边就 捡捡捡捡 什么都没有 我们可以和我们相同 但是你现在状态 没有办法和另外一个人相爱 因为你一点都不愿意吐息 你用自己 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要求别人来看待 而抱歉 你的方式真的不是大多数 所以 你在这段关系当中 让我看起来就没有温度 我省我的 我吃饭 我规定就吃饭 但是我男朋友 他喜欢吃什么 他自己做 他吃他的 你得有温度 才能有爱情 否则不就是机器吗 我规定好了 这样这样这样那样 他也得这样 但他不是机器上的 那一个螺丝啊 如果你想要拥有个爱情 拥有一个婚姻的话 那必须要考虑 用温度去相爱 男生也 有你的问题啊 其实你自己知道 在这种 规划下 你生活到还是 有舒服的地方 衣食住行 安排得妥妥当当 不用你操心 你其实也有觉得 舒适的地方 但你力量不够的 就在于 你没有坚持自己 所以你在跟他 不同完成 他想要的规划的时候 你自己难受啊 所以说你要做得 打破这种规则 能够跟他找到 一条平衡之路 你如果做不到 这还真坚持不下去 所以想想 你有没有力量 能够找到平衡之路啊 好吗 谢谢 对了 人生有规划 凡事有计划 但有一个 你是真的无法规划 就是爱 因为爱的时候 你无法抑制 不爱的时候 你无法控制 所以在你的那个 人生规划字典当中 你规划了爱 你就特别不可爱 因为爱你压力会很大 因为爱你 必须按照 你的人生规划字典来 有底线 有原则是好的 可是如果过度的话 就会给自己 和别人的人生 带来困扰 我们通常说三观不合 三观不合 其实不在不合 那两个字 而在于的是 我们三观不一致 但你偏要用你的三观 来绑架我的三观 所以你会让人觉得 你没有情调 不够浪漫 不懂生活 没有情绪 所以我觉得 你规划你的人生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碰到了爱情 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放在 你的规划里面 我大概能够猜得到 你的成长轨迹 和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 因为你跟着祖父母长大 他们的生活习惯 也把你带入到其中 你成为一个节俭的人 捡回来一个瓶子 奶奶爷爷会说真棒 等节约好孩子 你随手关了店 关了水 他们会说真棒 顾家好孩子 他们挂的嘴边的话是 懂得勤俭持家 凡事有计划 这样的你将来 才会过上好人生 在学校里头 你也应该是一个听话的 有计划的 这样的一个孩子 老师也会因此赞许你 因为你不出格 从来不反叛 从来不给大家制造意外 也因此你的人生 没有什么惊喜 至今为止 你的生活 你觉得一切尽在掌握 但平淡无奇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觉得开心一点 只好继续地 把计划执行下去 你靠自己 完美地执行了一次计划 来体会一次 内心的成就感 因为生活实在 太无聊 太无趣 小姑娘 我不认为 把计划放得那么久 是一件好事 相反 它会给我们增加焦虑 因为只要有一天 有一个计划 它没有严密和缝地 跟我们的预期 蒙上 我们的内心 就会惶恐 不安 觉得这一天 简直糟糕透了 你失去了 对自己人生的控制 仿佛完全脱轨 对吗 这样的时候 你内心被打击的 次数会更多 你会发现 你连体会快乐的滋味 都没有了 所以 你如果是想 让自己的生活 能够过得更好 不是说 你把计划定得多详尽 而是 自己 能够在生活 发生各种问题的情况下 可以解决它 这样你才不会害怕变化 你想让它成为 配合你步调 一起省钱 买房子的那个人 它哭吧 二十多年来 它吃肉快乐 踢球快乐 穿新衣服快乐 然后认识你之后 这一切的快乐 都得过多 反而要变成了 陪女朋友 省钱快乐 捡瓶子快乐 你说 这对他是不是 太残酷了一点 在这个时候 你要做的不再是 计划计划 要求他来配合你计划 而是修炼自己 变得强大 甚至就是 大大胆胆地 去尝试一次 不做计划的日子 看看你有没有办法 在计划全乱的情况下 完美地度过这一天 我觉得你们两个问题 现在真的 还不算是什么 情感问题了 现在是你自己 会把自己变成 赵川老师所讲的 装在套子里的人 我不是评价你这样不好 而是 未来变化太多了 我不想让他把一个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弄得 每天愁眉不展 每天因为计划 没有跟上变化 让自己 无所事从 想让你快乐一点 你快乐了 才能够让你们的恋爱快乐 你自己的人生自由了 你们的恋爱 婚姻也才能够往更加 幸福美满的方向走 谢谢明大老师 大老师帮助他 梳理一下 有一句话 今天你是讨了多大的便宜 恰恰是因为女朋友 与众不同的光芒 让所有老师 把目光都聚向了他 你呢兄弟 两个细节 足以说明你工作不够努力 踢球的细节 向女友借钱的细节 这个是躲不掉的 您这么一周 我算起来踢二三个小时的球 您的经营是得有困难呀 因为你的心思不在经营上啊 你的心思在踢球上啊 守着我自己的舒适舒服 任性啊 都是她的责任嘛 这是你的女朋友啊 帮助她从套子里走出来的人 应该是你啊 而不是抱怨 你琢磨琢磨吧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们认识的时间也挺长啊 这段时间我总是感觉 心里特别的压抑 我虽然说挣钱挣得少 但是我会去努力 但我不希望做一个 去羡慕 我希望有自己更加 自由的生活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我也会理解你 我希望你的爱好 那我希望 还把你的心思 和你回到制度上 你可以把这些时间 花在你的家庭 还有生活当中 我也愿意为你感谢你 谢谢老费请 谢谢老费 谢谢老费 来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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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歹取个暖 我知道怎么你能让他变了 少踢球多挣钱 慢慢的也就变了 就改了也就踏实了 记住了吗 谢谢两位年轻人的分享 请回吧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请回去 哈哈哈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我有钱 你好 老师好 我和我男朋友 就是不是相处有三年多了吗 然后我们 我们中间不是也分手 但是他这个人吧 就是比较 脾气比较暴躁 而且他特别那个不靠谱 但是现在不是 我们和好之后 在那个谈结婚吗 就是你在考虑要不要嫁他 对是这样的 对于我们的感情 我也一直犹豫不定 在直播间和老师沟通以后 我想带他一起来节目 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今天这一对啊 是跟沙娜老师连过麦的一对朋友 对对对 他们有着怎样的情感困惑 在这个背后 到底又发生了一些什么 来 我们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苗先生三十岁来自山西工人 潘女士二十四岁来自山西桂园 欢迎两位啊 主持人好 这你提出分手对吧 对 分手的理由是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也相处三年多了吗 但是我们中间分手 也是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脾气比较暴 而且他动不动就突然消失了 有什么事也不跟我沟通 反正就是有一些事情嘛 让我特别寒心 当时就跟他分手了 哪些事让您寒了心了 就是我们分手前吧 他什么都管我 你知道吗 就是他连我发了工资 我要跟我朋友去吃饭呀 就是下午我们逛街去买点东西 然后他都要管我说 你不应该去 你看你这一天花了多少多少钱 堵落了我一顿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快下班的 他说过来借我吃饭 因为可能我们在路上吵了架了嘛 他过来就坐了一下 不到两分钟 起来就走了 让我和我店里的人 就特别尴尬 人家问我 你男朋友来了 怎么也不说一句话 我去那里呆一呆 你看都不看我 我还干嘛在那里呆的呀 那天晚上下了雨了呀 然后我下班之后 我淋着雨回家了 我一进门 他躺在床上看着手机 九点多了 我也没有吃饭 然后他也不说问一下我 当时让我特别生气 我就跟他吵架了 他起来推了我一下 开门就走了 他刚进门一直叨叨嘛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起来推了他一下 我就回家了 你走可以啊 推着你干嘛呀 我那会又不是故意的 他当时站在门口嘛 我就是碰着他一下 那你可以说让他呀 那会儿生这气了嘛 行吧 脾气大嘛 对 脾气特别大 而且他就是爱玩消失 你知道吗 快过年的时候 有一笔账单要还了 然后他说你甭管了 因为那个也是我们共同的嘛 然后他就说 让我不用管了 然后他直接给我们还了就行了 等了两三天啊 他又没有动静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关机了 微信也不回 我还给他朋友打电话说 这个人去哪儿了 他朋友也 是躲在吗 不是的不是的 那会儿是 我在其他地方上班嘛 然后我也没有发了工资 当时我借钱了 然后我朋友都没有 我也没有见上 我想着 你和他联系 肯定会吵架的 然后我就在我朋友那儿 待了一个礼拜 所以其实是故意躲着他 对吧 对他这个人 就特别没有责任心 我当时 就是我给他打电话 不是他也关机嘛 我借了我朋友的钱 我还了之后 人家晚上回来了 说我去我朋友 段住了几天 电话为什么关机 他就说我没有拿充电器 所以我一星期 手机没有电 你就不玩手机嘛 你就是故意躲握的 不是那会儿 我不是在上班嘛 也没发工资 我想着 这个等这个账单是过了之后 我再回去吧 我想着他已经把这个钱还了 然后我就没有提 你说这人 是不是特别不靠谱 是你自己说的 你也不跟我共通 你要是没有的话 咱们俩可以自己说呀 你也没有跟我说呀 我一和你说 你不是又叨叨吗 又和我吵一架吗 我敢和你说吗 那你也不能消失呀 我不是回去和你说了吗 我这有朋友那儿呢 反正你就一点都不关心我 一点都不靠谱 我不关心你 你关心我了吗 我那会儿上班 我骑个摩托 不小心就把他腿给装骨折了 到了医院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想着他会安慰我两句 没想着他又叨叨我 主持人你看他 他就是 我们好几天没有联系 然后他突然给我打电话 就是 我现在有事了 你来找我吧 没有事也不找我 有事了又来想起我来了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 不是 我那会儿不是骨折了吗 我给你打个电话 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然后我妈天天在那儿 当时她也去看过我 对啊 我也去看你了呀 她去看我的时候都是晚上去的 那我上了一份班呀 她去了医院 然后她去了医院 她就什么都不干 她倒头就睡 我的腿不是上着钢板吗 晚上就特别的疼 我想让她给我拿一个冰袋 怎么都叫不醒她 她都是挨打不理呢 我第二天早上有事 而且你妈妈在那儿 你为什么不能叫你妈妈呢 我妈白天累了一天了 她不累吗 那我白天上了一天班了呀 所以我听到这儿 我基本好几次 我没忍住 我脱口而出啊 我说分手不就对了吗 对啊 这为什么不分呢 对啊 当时 当时我们 我也是因为 反正就是对她特别失望 有一次我胃疼 然后她说 没事 过两天 我陪你去医院 等了她好几天 她说 我确实没有办法 你自己看吧 说得我当时可绝望了 然后我没有办法 我先找我朋友 跟我去检查了一下 说确认了啊 我要去做手术了 我就想着我说 那我前指望不上你 你别人陪我去总行吧 她在路上也说我 说我蹲在路边也不对 反正就一直说我 我当时不是和你去了吗 然后她蹲在路边一直不起来 然后我就叨叨两句 我想着这么多人看着呢 不好意思嘛 这就算了 你当时去了医院 我从手术门出来了 人家那个医护人员就在说 这家属在哪呢 然后一个人都没有 别人旁边都有人陪 就我没有 主持人你说这样 是不是很心寒 当时和她去来着 然后那个老板给我打个电话 我就回去饭店一趟 我就是因为这件事吧 我对她特别心寒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然后我就跟她分手了 我跟她说了分手 她就一直死窃半然 一直去我上班地方找我 然后去我 就是我住的那个家 她也去找我 她当时和我说分手了 我没答应啊 是她和我说了 还得你答应 我没答应啊 我不想跟你过了 还得你答应 对 你看她讲的 我不想跟你谈了 还得你答应 我又没有答应她 那会儿我是在 需要吗 需要吗 反正我没有说 我就一直为 就是你认为你们 当时并没分是吧 对 我 后来复合了对吧 我认为 但是因为她把我 我新找了一个对象嘛 她把我脚火黄了 然后她说 我也会好好上班 然后我以后 也不跟你发脾气了 反正就承诺好多事吧 反正我那会儿 是在外地工作嘛 然后我听我朋友说了 她又找了一个对象 然后我就把这边工作也吃了 回来她那天天在她的门口堵她 就非把他们两个给搅黄不可 不是 这不是无奈吗 你说她多自私 哎 你要我说什么呀 她自私 你傻呀 但是当时的时候也是我想的 我们也出了这么长时间了嘛 那你怎么出了那么长时间 突然又交了个新男朋友呢 因为我当时和她分了嘛 她一直纠缠我 我就想着说 要不然我先和别人相处一下 说不定也有更适合我的人 哎呦喂 您这还是骑着旅找着马 那边被胎没滚走 没有 我跟她说分了呀 我跟她说分手了 行 然后我就让别人介绍的先向上 行 咱不纠结这个 这个复合之后呢 复合之后 其实她前半年也挺好的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吧 她感觉就这些毛病又出来了 就比如说她喝酒她不回家 我晚上给她打电话 她当时还欺骗我 我马上到家了 快挂的时候 我听见别人还有 在外边耍的那种声音 然后我当时特别生气 你说你没有回到家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那么多人在那一直喝酒呢 你一直打电话 我嫌烦了嘛 那你也不能骗人呀 而且你在你朋友面前 一点都不给我面子 我们那天晚上去吃烧烤 就我一个女生 她朋友就先把那个菜单给了我了 我就先点了几个 点了几个之后 她就怼了我胳膊下 就说光知道你自己吃 不想要别人吃什么呢 当时让我特别尴尬 人家俩朋友在那弄得我脸红脖子粗的 我都不知道该跟人家说什么 那么多人嘛 都是我朋友 她可毫不客气啊 一个人啪啪啪点了那么多 也不问一下人家都吃什么呀 那我也是想的 人家之后可以再点自己喜欢吃的吗 你一个人都点完了 人家还吃什么 我可以先点上 就是大家都有必选的菜嘛 反正她就是现在 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要分手呗 我就是想看到她 到底现在是什么意思 这是沙娜老师借的案子呀 对啊 我直播的时候 这姑娘跟我连麦 简单说了一下情况 表达了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脾气大 你把它数落成这样 也曾经分过的时候 怎么就分不开了呢 我还没听明白呢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也处的时间 比较长了 但是她这个人吧 其实她也有好处的 因为她也不像别人说 有外星啊啥 我就希望她改了她的脾气 然后不要动不动消失 喜欢她吗 喜欢 没看出来 那我听起来你不喜欢这姑娘 就我可以在外面玩的时候 我肆无忌惮地玩对吧 也不是吧 你说话 你知道你今天用的高频词 是什么词吗 我怕她烦我 我怕她烦我 我怕她烦叨 我怕她烦我 她就是一直能叨叨嘛 对对对 你看又来了吧 那你喜欢她什么你告诉我 我们在一起 也时间这么长了嘛 三年多了 我就是不想轻易放弃这段感情嘛 然后我们前段时间 不是都已经见过父母了吗 都在谈那个彩礼了 我们就准备结婚了 但是我们现在好多事情 都没有说明白 我就是想让你 你要说明白啥呀 就是她最近的这些事情 啥事情啊 最近发生的这个 怎么了 就是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怎么了 不顾及你怎么了 不顾及你说我还要嫁她呢 我帮你翻译一下啊 我就不顾及你怎么了 我没同意分手 我就不跟你分手 你能拿我怎么着 我不顾及你 我不给你面子 怎么了 你不是依然想嫁给我吗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是正在考虑 考虑啥呀 她只是她只是现在 你这一会儿啊 我听了三种说法了 姑娘 哎呦她能不能改啊 我正在考虑啊 第三种说法是介于两者之间 叫我迷茫啊 嗯 但是你从来没有考虑 第四种啊 叫我要跟她分手啊 你的计划是改造 迷茫 坚决不分手 嗯 因为我感觉她自身的话 也是友好的 就是比如说她是一个厨师嘛 她做饭也挺好的 我感觉她是一个挺顾家的人 而且她自身也不会说 像别人一样去有外星啊那种 嗯 她就是自身的这些 她今天没有外星 不代表她明天没有外星啊 什么叫有外星呢 就是像别人一样 有花花肠子那种男的 她不是她没花花肠子是吧 对她不是那种 所以呢你要什么呢 希望她能改一下 她改了之后 她就有花花肠子了呀 你要干嘛呢 让老师帮着改造她对吧 对 我们还能把一个人 批得这么细呢 这一半是厨师 做菜好 温柔体贴 这一半是个老实男人 这一半是他不关心我 这一半是他逃避责任 老师 我只要那一半啊 这一半你都给我剃掉了 你开什么玩笑啊 您说这个男人 才是一个真实的男人 这男人接不接受 不接受走人 不行 走不了 我舍不得那两个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生你又不是孙悟空 你转到她的肚子里看过 她的肠子是花的还是不花的吗 确实 你胃疼 她冷言冷语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 她骨折 你爱理不理 你们其实都是互相伤害功力很深的人啊 女生有没有想过 她身上有很多的问题 你身上有问题吗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你们的感情虽然是复合了 但问题也都复原了 问题的复原有它的原因 也有你的因素啊 你们往往都是在迁就自己指责对方 这一点你认吧 其实爱情它也是有初心的 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扪心自问 当初相爱死后的那种初心呢 现在很显然 你们这么滴滴撞撞想走进婚姻 风险很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慎之又慎 就这还要结婚啊 结什么婚啊 拿什么结啊 你是拿爱啊 拿心啊 拿什么结婚啊 啊男生 你从和她恋爱到现在 你付出了什么 其实我听着挺气愤的 我之前对她挺好的啊 挺好的 那是最初 后来你的种种行为呢 对她不尊重 对她不关注 出了事情就躲避 说消失就消失 直到人家分手了 你来劲了 不行 刚才用那个词 我特别特别不爱听什么 我就非得躲着她 躲着她 躲着把她们搅黄了 你凭啥啊 人家跟你分手了 人家就不能谈个恋爱了 还非得说 对你搅黄了 这多像你不赖的说法呀 如果你真的想要爱一个女生 那拜托 把心拿出来啊 女生你也挺奇怪的 恋爱是有最起码的底线的 她不花心就是个好男人啊 不花心是恋爱中最基本的要求 就守着这么一点点 你所谓的她挺忠诚的 就足以谈恋爱吗 那我们把我们对情感的需求 我们自己对情感的体会 放到哪里去了呢 所以女生我觉得 你也应该去好好想一想 这一段关系当中 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能够承受的又是什么 如果不爱 我们就应该大步向前 而不是在这叽叽歪歪 从过到美 你看你就不停地在说 既然都成了这样的状态 何必再为难自己 所以我希望你告别过往 开始新的生活 也许会有另外一个事 和你的男生在前面等你 好吗 谢谢 结婚不去看相处时好 不去看感情有多长 我觉得小潘你把我骗了呀 视频连麦的时候 哎呦我觉得她可委屈了 就说她脾气特大 不在乎你的感受啊什么的 来到现场 两边一说发现 不光是她不在乎你的感受 你也不在乎她的感受 你们两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自己的情绪 永远大于对方的感受 你说她脾气大 我告诉你 脾气大这一点是改不了的 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往往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呢 发生问题之后 又没有收拾残渠的能力 而如果一个情绪大的人 碰到了一个自己很爱的人 他愿意为了爱 而收敛自己的情绪 但如果根本没有那么爱的话 那这个情绪就会被无意的放大 好的感情是可以滋养两个人的 但如果不好的感情是可以毁灭两个人的 所以你说的她不在乎你的感受 你是怎么描述她的 在她心中你也是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谈结婚 谈还要不要继续在一起 我觉得挺可笑的 如果你只是为了找一个 没有花花肠子的人 那你今天就不要在这抱怨她不在乎你脾气大 如果你又要一个没有花花肠子 又要一个爱你在乎你感受的人 那她就不是那个人了 好 谢谢 今天女孩子在这很不招人喜欢 因为让我觉得你一直是在泥巴堆里打滚 明明自己知道在泥巴堆里 但就要滚 不但要滚着数落着泥巴 还要把自己弄得很难看 而且还希望的是 我们四个最好不要拉你起来 我们要纵容你滚 并且最好能够把泥巴地 能变成一个红地毯的地 让你直接躺在那里 摇身一变干净了 可能吗姑娘 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天生爱唠叨 天生爱抱怨 当你变成了个嘴里只有抱怨 不停地说她是人家人家人家 每一个人家后头数落着一堆她的例子 这是我从你这儿听到最频繁的词 为什么 因为在你的眼里已经看不到她是自己人 你看到她的全部都是她对你做的各种不好的事情 假如她给你的爱有足够多 问你她有什么好 你一定不会说她是个厨子 所以她做菜也不错 你应该讲出一二三四五 就像你有抱怨她一二三四五一样 男孩一直从头到尾在说一个词叨叨 你说的叨叨 她一辈子都改不了 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注定了使她变成一个叨叨的人 她改不了 你将还会躲着她 你的躲避你的淡漠将会使她更加的痛苦 她继续叨叨 其实我还是蛮心疼这个女孩子的 当女孩子说我喜欢这个男孩是因为她没有花花肠子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不是她人好 是她没这个能力有花花肠子 她连自己都养不活 她情商又低 她取悦不了其他任何一个女孩子 所以她只能死起白赖地留在你身边 你是她不二的选择 不是因为你人好貌美体贴牺牲奉献 而是因为你好哄到手 否则蹲在地上腾成那样她会嫌你丢人 爱你的男人在这个时候抱也会把你抱回家吧 只有你不嫌她负债 只有你自己做手术去向朋友借钱 只有你结婚不考虑未来我们怎么生活 你是那个太好哄到手的女孩子 而不是那个她最爱的女人 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好看的呢 叨叨的绝望的女人 自私的冷漠的男人 你们不希望我们说你们分手吧 但是你们往前走下去的话 等着你的是无穷无尽的黑暗 和你爸弟 自己想吧 谢谢明大老师 一起进步《真情六十秒》 我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 是不知道的 你说让我改变 可是我改了很多了 你们两个都有问题 不如我们两个把这个问题一起开掉 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也不想放弃 请你相信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年好的未来 其实我也想会是房长人 因为说 今天发生一些事情 让我也很犹豫 我也是比较纠结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欢迎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一对做何选择 请开门 好啊 谢谢 你好了 明白了 总比活动要好 清楚了 总比装睡好 有网友提问说 老婆她经常生气 然后就不理我了 也不接电话 态度冷淡 不给好脸 最主要就是 问她为什么还不说 还经常因为我不经意的话 挑我的词儿 感觉好累啊 我也不知道 是我的原因 还是老婆的原因 我看丈夫 这么长时间 你难道都摸不清楚 妻子到底为什么生气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足以见得 你有多么不了解你的妻子 蛋白粉 动植物优质 双蛋白 本栏目由汤陈备见冠名播出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